我们每个人的夜无量无边 可以说变满三千大千世界 变满整个虚空 所以从天堕入地狱 又从地狱升天 天的夜暴近 地狱的因缘到了 就从天堕地狱 地狱的苦暴近升天的因缘到了 就从地狱升天 如此看来 天上和地狱的本质是一样的 都是贪嗔痴烦恼 贪嗔痴若没有断除 就难免随夜流转 或因有漏的善业而升天 欲戒天 色戒天 无色戒天 或因行恶而堕入三恶道 如此说来 善也好 恶也好 都一样 因为本质没有离开 坦嗔痴 行五戒十善圆满 升欲戒天 四禅八定 升色戒 无色戒天 一样还会堕落 和五逆十恶 没什么差别 来来去去 去去来来 这种苦 佛陀告诉我们 就像在火宅之中 所以说 三界无安 犹如火宅 众苦充满 甚可不畏 因此 我们最好现在就要念佛 能念佛 马上就可以接受阿弥陀佛的救度 今生今世 就能往生极乐世界 因为我们现在专一念佛 临终时 不论是昏迷也好 病苦念不出佛号也好 阿弥陀佛都摄取不舍 都会来接引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方法很容易 只要我们专一念 南无阿弥陀佛 就可以了 南无阿弥陀佛